转身史莱姆48话,列姆鲁不但比克莱曼强,比他的老大卡扎利姆更强。 我们知道这周关于我转身变成史莱姆这档是第二季最后一集动画48话更新,上一话的结尾,魔王克莱曼终于觉醒为真魔王,但是即使变身为真魔王,克莱曼也知道自己不是利姆鲁的对手,或者说他的阴谋暴露之后,所有的魔王都是他的敌人了, 所以克莱曼想要先行逃离此地 利姆鲁轻松击败魔王克莱曼 所以他对利姆鲁发动了攻击,想要趁着利姆鲁阻挡攻击的时候逃离此地,可惜克莱曼的计划已经被拉斐尔看穿了,所以利姆鲁直接发动爆石之王,直接吞噬了克莱曼的攻击。 之后利姆鲁发动了从七一那里偷学的结界,直接把克莱曼和自己困在其中,这样克莱曼根本无法逃离,之后利姆鲁开始逼问克莱曼背后黑手到底是谁,可惜克莱曼虽然实力不济,但是作为中庸 小丑脸的议员,他是不会背叛自己的老大的。 接下来克莱曼对利姆鲁发动了自己的最强攻击龙脉破坏炮,可惜还是被利姆鲁拥抱石之王轻松吸收了。 看到自己的攻击被利姆鲁拥,克莱曼也知道自己不是利姆鲁的对手,但是他作为妖死族,也不是那么被杀死的,即使现在被利姆鲁给杀死,以后也可以复活的。 不过利姆鲁却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的,他在杀死克莱曼的时候,可是打算连他的新优体也一起杀死的,克莱曼根本就没有复活的机会了。 之后利姆鲁发动暴石之王,吞噬了魔王克莱曼,而克莱曼在被杀之前,才想要后悔,可惜已经来不及了。 看到利姆鲁轻松地杀掉了克莱曼,其一代表所有的魔王承认了利姆鲁的魔王身份,而其他人自己是没有意义了,就此利姆鲁拱带魔王克莱曼,正式成为了新一任的魔王。 利姆鲁不但比克莱曼强,比他的老大卡扎利姆更强。 利姆鲁在顺利地干掉了魔王克莱曼之后,得到了其一的认可,成为了新一代的魔王,只是吸血鬼一族的魔王瓦伦丁似乎还有意义,不想承认利姆鲁这个史莱曼成为一代魔王。 不过就在瓦伦丁刚游异的时候,作为利姆鲁的伙伴,暴风龙为鲁德拉直接站了出来,出现在魔王瓦伦丁的面前,让真正的魔王鲁米纳斯,也就是跟随魔王瓦伦丁一起前来的侍女,好好的管教一下自己的手下。 不过路米纳斯并没有承认自己的真正身份,只说自己是魔王瓦伦丁的侍女,而这个时候魔王尼利姆也出现在维鲁德拉的面前,让维鲁德拉不要暴露路米纳斯的身份, 毕竟她现在乔装成是女,自然是不想承认自己的魔王身份了。 而随着米利姆的话语说完,路米纳斯就算是在想隐藏身份也做不到了,他只能承认自己是真正的魔王瓦伦丁,难怪西方教会这么恨暴风龙,魔王瓦伦丁确实是有恨维鲁德拉的理由。 而魔王瓦伦丁既然身份暴露了,也就不再乔装成是女了,他命令之前的魔王瓦伦丁,也就是罗伊回去西方圣教会,他怀疑克莱曼和之前潜入教会的魔人拉普拉斯有关,所以他让罗伊回去传令严加防范。 而这个时候魔王莱昂克伦威尔也说他认识卡扎利姆,毕竟就是他杀了魔王卡扎利姆,去带对方成为新的魔王的。 而米利姆其实也是认识卡扎利姆的,毕竟当年就是他和卡扎利姆一起推荐巨人族的达格刘尔成为魔王的,而克莱曼肯定是和魔王卡扎利姆有关的,所以利姆鲁怀疑当年的卡扎利姆并没有被杀死。 所以利姆鲁怀很担心自己杀了克莱曼之后会被卡扎利姆报复,不过米利姆却让他不用担心,毕竟他现在的实力已经被魔王卡扎利姆更强了。 利姆鲁怀在击败魔王克莱曼之后,实力也得到了所有的魔王的认可,毕竟这个时候的魔王克莱曼已经觉醒,可能比在场的好几位魔王实力还要强大得多,利姆鲁能够击败克莱曼,其实力可想而知。 至于克莱曼背后的魔王卡扎利姆,别说他没有恢复战力,即使恢复了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利姆鲁的对手了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,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